哈囉 朋友 各位我是瘋破 我們今天玩的就是Rookie 北歐怪奇之旅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糟糕 我還是對於那隻 該死的殘除沒有任何的 印象 就 你懂了吧 感覺上 你不知道怎麼去鼓擾他 所以呢 我決定 就先 先跑回去另外一側 這個地方先擱置 對 只能先擱置 然後呢 呃 最右邊的 這個是教堂 那這個是什麼 沒問題 這個是什麼呢 這眼鏡 啊 眼鏡應該不是只是這附近對 欸 笑 算了啦 我就從這邊衝就好了 哈哈哈哈 最後還是這個樣子 好啦 我從這邊跑啦 兵就沒有辦法 那個圖示 你一眼看得出來 到底是幹嘛的 有東西嗎 What 真的有東西喔 偏離大 偏...偏... 偏... 這個地方真的是找不到方式喔 所以我決定先把這個地方先解決掉 就...就這裡 啊 對 這個要這樣走 把東西給除掉吧 嘿呀 三下 哼 還不賴吧 去吧 托福 就決定是你了 實際上...劈砍 聽起來好像其他寶可夢都不起來 呵呵呵 這邊有什麼事可以做的嗎 蛤 又是 又少到了一隻 你不知道有多少同組啊 而且...而且手還是那邊 右手還是保持一個像布的狀態 都是大石...都是...都是... 都是...都是... 變石... 過了...過不去了 所以就變石頭了 看起來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的 沒有...沒東西...聽上去沒東西 要不要真的一開始要先走這邊吧 欸有狼耶 它屋個屁啊 不要啊 他沒有...走這麼遠喔 你真的...真的不會餓死 我...我想...我希望能夠很快就能到 要不然就能死了 我...我希望能夠很快就能到 那現在也是理所當然的 我一直往山的更高處爬 這裡的...這裡荒芜人烟...古老極靜 那有感覺有什麼東西在看著我 然後那雕像還是很多 因此我肯定在靠近目標 好啦繼續跑吧 畢竟那個東西看一看還是這個樣子 我必須要有進展的話 那我就只能夠繼續往前走 然後其他 一些太多東西就做不到了 不知道我的包包會不會塞爆 天啊還有這種限度嗎 我眼睛 我找到了一個裡面有 謎題的古老洞穴 我現在是開門料室 嗯 等一下喔 又是一隻狼 喔是狼 他好像可以移動 看起來像是眼睛 眼睛的話 你是月亮嗎 難道這個東西可以放進去嗎 沒有蠻底死還沒有魔法 該不會先全部都移到最最最最最裡面好了 想也不保證 因為這邊很 後面有這個像是陰影的東西 我覺得他有大機率可能就是先全部移過去吧 就先看看 反正事事也不吃虧 不過這邊竟然沒生鏽 倒是我天意外這件事情 你要知道是這種東西通常來講 乙機關的情況啦 木造品超容易就被那個白衣什麼的腐蝕掉了 因為他耐久性不足 鐵的話雖然耐久性夠了 可是容易生鏽 石頭的話不保證可能被瘋化 所以 4匹對著月豪叫的啦 所以看起來目前還蠻那麼一回事 不是啊 然後呢 不是全放進去了嗎 好目前 查一下別人講的這一段 這個地方好像是要把 藍跟影子 跟後面那槓 像影子的東西做完全結合 所以其實 我要把它推到下映的位置 剛剛已經有對對好一隻了 再一次 再一次 啊這樣子 這樣子 好 終於成功了 看瞄的 還有這邊卡很久 我根本沒有理解到這邊想要叫我幹嘛 OMG 真是OMG 啊 這邊感覺就是會 就爆那個啊掉下來了 真的沒問題 我遇到一個謎題 我遇到一個謎題房間 還有很多狼 我想越來越今天打很 希望喔 這是狼之廢墟 好 這狼之廢墟裡面 這不是星 星空嗎 夜空 不過他做什麼的 當然是叫拿來解謎的啦 當然是叫拿來解謎的啦 OMG JESIS 這做什麼的 啊轉他喔 順序不太對 不對不對,啊這樣的話我要先 有什麼是要先解開的嗎? 因為這邊很明顯這邊有一個已經壞掉了,啊剩下的我是要怎麼解 我手上這邊的東西沒得轉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東西我不需要看外面那個,我只要把東西全部接起來就好了 可是這中間的不會轉對不對? 這中間的不轉 突然解開了 我沒有遇到發生什麼事情 呵呵呵 我自己 我忘記要自己解開了 誰叫我這麼厲害呢?好啊,這次之類可以 雖然我根本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但是我解開了,嘿很棒 太,太訝異了吧這 那這邊要去哪裡呢? 一開始就直接讓我進那個就好了嗎? 看著這景色啊 這是誰建造的呢? 不知道全部都石頭,可以原住民吧 啊旁邊有那個 那個通道了 那條路一直通往前方 如果能夠想辦法過去的話 恩 又是啦,我肯定離一名守護者越來越近了 可這門的法杖是做什麼的呢?當然是法器啦 這個應該是拿來解謎用的吧?就是要找東西擠其他或者是找替代品 第二根法杖不見了,應該四處看看 好喔 好看一下 這個地方很高 我能夠看到好幾公里外的景色呢 看來我得想辦法到對面去 這本來有該做橋才對 我感覺到把第二個狼子法杖 給找到才行 也許附近有人見過他,你說這邊會有人嗎? 先不論其他的好了,這邊真的會有人 有磕著一匹狼,十分的精美 有他做什麼呢?大概就是 可以拿是不是 啊,轉 我只要轉動他,掉線以後跟著轉動 不過是無法把他拔出來,插到另外一個地宙 因為插出來就沒用了 就是他本來故意就不這樣 手耶,有手收 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這邊 難得這個東西很常用得上用場耶 我也以為這把匕首什麼的很容易就壞掉了 結果他用出很多 YES 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把旁邊的烏鴉給 現在這種事情是做罪手的 你,你救了我 我還以為他們永遠都不會飛走了 如果他們真的永遠都不會飛走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先餓死 真高興你沒事 偉大的母親說讓我來找你 真的 喔,我真高興 這個神還變忽靈靈的渡過了幾百年 真的 我說 你是偉大的母親 不是好不好 他可能要對自己在說話 他可能要對自己在說話 他不是對我說話 我們再次相連了 好了,孩子啊 你可以隨意生我們的根學同路 好喔 TICE 好的,這邊又完美的解決掉了這邊的東西 太遠了 太遠了 超像點不一樣 我是要按照他裡面的積雪程度去看嗎 還是說其實只要拉到同一個方向就可以了 公羊的口鼓居然在那種地方 可是他是清單上的原料之一 這就很尷尬了 也就是我必須要爬上去對不對 好喔 真尷尬 他的 他的通路雖然說有 就是要幫你縮短路程的部分 可是 說實在話的 你真的覺得他有 幫你減緩掉 那個嗎 就是 要跑的路線嗎 他真的有減少到你的時間嗎 我覺得未必 這種情況下的話 說實在的話 以他的這個遊戲的 調性的話 其實你要說有是有 可是他減少的並不多 就反而有點飢餓的感覺 就不好選擇 然後你要一定要跑到某個特定點 然後再做轉運戰 然後再過去 就超慢 好啦這邊就只是先閒聊一下而已 接下來還是要做一些事情 好啦 然後我們就走吧 反正這邊 我要先走哪一個 這個還是那個 這個可以看 用兵雕城的巨手 呃好喔 冰霜之手 這是我希望他們只是雕像 欸對對等一下 他瞄的真的不是 有生命的東西 哇這也太誇張了 大手他們在幹什麼 變成橋了 難道在邀請我進去嗎 這應該不是那種flash 那種就是 一發就直接選擇錯誤 就死掉了 蛤 這還有成就喔 隨波逐流 真的是 各種欸 好吧那 那我也只能夠走進去了 天哪 現在就變成2D的狀態了 啊 不裂掉 整 他的轉場真的不怎麼樣 OMG 真是一傳招 這些盤子是誰丟在這邊的 盤子 這是垃圾嗎 想要得到我恩惠的 為什麼 他們想要精通音樂 佛西隔離 讓音樂隨和水 一起在他們的心中分流 隨波濤一道在他們的體內湧起 喔很文藝喔 有些人甚至想要操作水本身 啊這不是說想要精通音樂嗎 啊這該不是什麼豎琴那類的東西嗎 而為了實現願望 他們只需要給你帶來食物就可以了 是的 他們需要帶上樂器和食物 恩 操作水 你肯定還有事沒告訴我 聽起來太簡單了 一語道破 孩子你很聰明 你也想獲得這樣的力量吧 我不要 聽起來確實很誘人 但是我拒絕 哈哈哈 但是還能滿足這些可食 可食 我的附魔儀式需要他們的力量 滿足他們 我該怎麼做 他必須吸取吸收三處泉水的力量 完了又是一堆又是一堆任務 一處泉水曾經廣大但現在小的火 一座泉水曾經清澈但現在已被污染 我現在大概知道一個是那隻青蛙還在住的 一個是那個 什麼 某一隻巨怪住的那個 的那個橋下面那個 隱藏著早已被遺忘的悲慘 這個我就不曉得了 再次警告你水有時候並不友善 呃我 我會盡我所能 完蛋啦 佛西格林說他能賜予我演奏音樂的能力 我甚至能夠演奏得出美妙的音樂令水起舞 我只要 我只要給三塊可食充能 並帶來一份獻給他的食物 和一個附魔的樂器 天啊 他說要把可食帶到森林裡的山座 山處 蘊含強大力量的泉水處 但沒說要去哪找泉水 所以我要帶著石頭去啊 哈哈哈哈哈哈這是章魚吧這個 這什麼地方這是音樂聲嗎 孩子他在呼喚著 在尋找是什麼 所以所以順序錯了 我弟弟一個小男孩你先要他了嗎 已經很久沒有孩童來我們的水域了 但我們藏了很多東西 進來看看 呃還是算了 哼換你我妹妹 那我直接把你拖下水 怕 最近我誰都引游不到 你這樣和萊克打招呼不太友善吧 我是水精靈 水本來就不友善會把你淹死 他會隨著我的樂曲的音符流動 水能滋養也能摧毀 一切都有的旋律決定 你能夠用音樂隨心所有的操縱水 WOW 是的 你有沒有想要精通的樂器啊 呃沒有 如果說索納的話你可以嗎 你有信給我的貢品吧 抱歉還是沒有 你找我幹什麼 我就只是正好站在這邊 你就你自己跑出來講話了 我就找到巨人組 是因為守護者嘛 他們現在已經不在我的池底下留下連力了 我能感覺到他們 但是我需要一根狼法杖 一隻岩石生物給了我類似這樣的東西 你該不會騙我吧 但是法杖有什麼用 要不然就在給我食物 他想要給一根長笛附魔 他說是為了把他的兄弟給帶回來 巨怪希爾德 還沒有自暴性 至好他在某方面還是挺有智慧的 喔 我去問他有沒有那個東西 謝謝 原來是這個樣子喔 等等等等 哪裡有寫什麼新的東西啊 啊上面這個地方 狼之法杖 河水玻璃 收清日記本 什麼都能撿耶 你不怕裡面是有魔力的東西嗎 這個是玻璃嗎 我覺得比較像肥皂 希望你們不要跟我講得像綠豆泡 好 啊快跑啊 我覺得他這樣的轉場沒有太大的必要耶 他這樣子並沒有比較好看 我是說真的他這樣子並沒有 真的沒有比較好看 他想引誘我 好現在我獲得了 可時 森林撤出了泉水玻璃 好喔然後呢 爬上去看看吧 喔為了救弟弟然後還要自己攀岩 真的是 為難你 而且你這個已經不是 爬的那個東西了吧 你這已經是手直接卡的石頭了吧 你真的很勇耶 到底喔 有草 植物怎麼這麼眼熟呢 解草花耶 斜草花 好至少找到另外一個東西了 是門嗎 我所在監視之下 可監視我又是什麼東西呢 太黑太危險了 我可不能死 還要去救拉斯呢 換城市爸爸他會怎麼做呢 燃燒坪 呵呵呵呵 你是做火把嗎 我做不是火把 現在不行 所以那個東西不 所以那個東西只是要要查看的東西 不是 什麼可以交流的東西 好吧那就是一個要等到我去處理的玩意 現在我還要去回去找希爾德 希爾德我來啦 好了目前來講的話至少有事可以做啦 雖然說還是有一堆事情沒有完成的 不過就 可以理解 畢竟 這個遊戲是這樣子 可是有些東西感覺可以交流 或者是有些可以碰觸的東西 他卻沒有辦法顯示出來 而且一些東西我隨便跑他才會顯示出 那些玩意兒的情況下實在是有點 啼笑皆非 炮在裡面會怎麼樣呢 就爆炸了 可食 OK 他的發光 希望這表示他滿足了 好至少先完成一個 希爾德 找到的託福又來看希爾德了 我在找一樣東西我覺得可能在你手上 法杖 你是說 朗棍姿 希爾德把他給巨怪胡爾德了 他用他來下跑花園裡的烏鴉 胡爾德是一隻樹梨巨怪 也是樹怪姐妹的一員 他種很多東西 胡爾德茶很好喝 可憐的希爾德沒有什麼好茶 我去看看 狼棍子是否還在他手上 這件裡希爾德 鼻子吹錯了 這也是 這放在那個什麼選秀裡面大概也是會得 那個也是一種記憶了吧 想一想的確是如此 我去看一下那個 有一顆石頭已經有了 發光啦 目前就是這邊完成不了然後 跑另外一邊那邊也完成不了回來這邊 然後之後手上拿了一堆東西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還蠻常出現這種狀況的啦 這邊有時候會有資訊啊 雖然說有時候我很懶得講 你好啊 中靈之樹 你好啊 託福 什麼東西和冷一起閃爍和押韻呢 而且還湊氣熏天 啊你找到巨怪的金幣了嘛 吃的我把他丟到了魔方池塘裡 我以為還能夠許個怨什麼的 然後一隻巨大的科洛克從水裡冒了出來 啊他想要吃了我 那個池塘類 曾經是一個善良的水間人的家 他是傳送術的好朋友 哇塞這個資訊放在這邊喔 他曾幫忙確保我們的根許總能夠吸收到進水 直到科洛克老媽搬了進來 哇靠原來是強制入侵了 現在他已經不見了 也許永遠消失了 那這科洛克並不是我們的朋友 可你是 拜託你不要也離我們而去 這還能夠再對話一次嗎 看來並不能 樹的排放方式就跟前面講的一樣就是稍微顯得積勒 能理解他在我們安排只是顯得不好用 而且有些的 圖案啊這是圖案的部分啊 好歹上面顯示字出來吧 雖然這樣是為了介面上的簡便啦 為了讓我可以更好的去融入這個東西 還要去找 水車那個東西有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還要找胡爾德對不對 可是我先可以把 池子裡的水先那個處理一下的話也是可以先弄的 總的來說至少這個東西 比想像中的來的簡單一點 如果他的順序是遮這麼的OK的話 在水車裡快速的泡一下 我當泡泡麵啊 耶又一塊石頭得到滿足 哇有毒啊 我獲得了中毒狀態 有毒 發光 被汙染的水肯定滿足的 十號真奇怪 然後趕快吧 阿如果可以少掉這些就是要爬的一些動作 我覺得應該會簡單很多 這不算泉水嗎 扔掉這不是扔掉啊 你不能夠放進去嗎 欸怎麼又 那我跟想像中不一樣 不是我那時候是真的很像 哇真的不能過去了 被限制住了 不能了 可這樣子我還能夠去哪裡呢 我不能夠再把那個東西放進去啦 他會說我是在丟 丟那個石頭啊 要看怎麼辦呢 早先去找 而且這個才第二章耶 這個第二章是不是 比想像中的長太多了 這樣真的 這該不會一二章就結束了吧 不至於吧 那我先把那個草放進去 催眠百合 OK 你好巨怪胡爾德 萬一回來巨怪只有托福 怎麼了你怎麼看起來從沒部長的 有點找巨怪謝爾德給你的東西 一根法杖他叫做 老棍子 是的 以前有段時間裡嚇跑過烏鴉 品質的工作太好看了 我把他丟進了舊子島 舊子島 哪個吃湯我怎麼去 原來那個東西對你很重要啊 因為是我丟的 所以我會幫你來吧 巨怪只有托福 狼棍子表示 我真的是太困難了 活得太艱辛了吧 啊這裡喔 左邊走 走過這個巨大的尖刺坑然後 喔是最深 是最尖的森林巨深坑 你是怎麼過來的 活得直接跳了過去 皮上扎著很多刺是巨怪巨量的象徵 這樣很多事就能夠解釋通了 不過我可不想被刺穿啊 是的 你擁有強大的精神力量 身體好脆弱啊 就像氣味濃烈的花朵 謝謝 謝謝 哎呀 死給娜 來 哈多了 再見 巨怪只有托福 哇 滾了 哇 巴苦耶 謝謝霍爾德 他就巴苦回去了 好厲害啊 好吧 至少 先走過去 好啦今天先這個樣子啦 就 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可是 有所進展了 雖然我極度懷疑 其實我一開始要其實往左邊走 可是也不進展 因為說實在的話的 有些東西 他的做法說實在的話是兩邊跑 可能一開始是往右邊跑 跑著跑著然後右邊的事情弄一弄之後 然後跑回B B完之後跑回A這樣子 他是這種做法 雖然就 比較麻煩啦 然後 根據通路也顯得比較積熱 可是 只要他有做過了 他試著 他試著去解除這種問題 雖然效果不長 好啦先這個樣子啦 至少我們有所進展 只是值得開心的事情 那就下一次的時候再努力把其他他們交給我的事情做完吧 還有一個石頭嘛 然後還有棍子 還有一些什麼東西的 慢慢去了解 然後慢慢去解決吧 那今天這樣子 跟著跟他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囉 See you 囉 就說了